本以为是爱情公寓 没想到却是爱情监狱 我看谁还敢质疑张伟的律师水平 这几个能住在一块 原来当年都是他捞的 想当年小姨妈还是个热情活泼的逗逼 谁知道到了大明风华剧组后 是彻底撒开了欢开式走风批路线 闭嘴 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总是学不会 总要和我顶嘴啊 白鱼姐姐 有偷听的牛才 自己耳朵歌 邓家家不仅把胡善祥的隐忍和隐形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心狠手辣形象给演活了 还彻底盖过了剧中女主汤薇的风头 事实证明 小姨妈成不起我 唐氏表演法则果然名不虚传 接着就是金世佳 印象里他还是那个憨憨弟弟陆展露 怎料到了扫黑剧中 是彻底变开起来了 引起横行霸道的黑帮老大孙志彪 黄望自大无法无天 放高利贷逼人命 向警察撒钱挑衅嚣张至极 宋主长 我是孙志彪 你们娱乐城涉嫌非法活动 请孙总配合调查 嘿 看你能管我多久 宋主长一龙都好 你不是说 活动的活你知不知道 先打老虎再命 咱就是说展国呀 看来当年婉鱼的离开 对你的打击可不想 其次就是王传军 好好的漫画家他不干 非要跑去缅北去当诈骗犯 这不是浪费了徐征拼了命 给他倒来的印度神药吗 前脚要人命 后脚确理父王 这种极致的反差感 实在是被王传军刻画的入目三分 天下 想成功 先发封 第一次 她急要财又贪生 眼神冷漠又随意 贪婪地审视着每一个列舞 难怪小姨妈当年会说 自己是黑老大的女人 和现实生活家 我从来没有忘记 自己是黑老大的女人 最后就是孙艺舟 没想到吕晓布当年的一句智里名言 多年后终究还是砸到了自己身上 我的人生没有彩排 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孙艺舟在电影《尖如磐石》中 饰演的黑帮坠续 虽然看似是个软饭男 花着岳父于何伟的钱 却依旧在道上胡家红威 但从预告片中 孙艺舟频频出现的凶反眼神来说 这个角色恐怕远没有那么简单 爸 他行的 给他机会 他是我老公 我决定了 退休了 进入暂时推荐 咱就是说 张伟有这四个室友在 这一辈子恐怕吃喝都不愁了